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说现在联储局就差一个买股票了 就是直接买股市就差这一个了 所以说非常的夸张 那么今天虽然说大盘 其实这个在今天开始的时候 是23号的时候已经发生了 但是由于 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 stimulus package没有过 市场有些失望又降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扯到问题 估计这几天应该能过 然后后来现在市场就说现在又开始又开始长起来了 等下跟大家看几个文章 我觉得有我当时在google里面按 按联储局 后来我有找到这个文章 我觉得这个人分析的不错 但是他这里有漏掉几个东西 我觉得他没有讲到非常的完整吗 这里是原版的更详细的更详细一些 具体包括了这个内容是有什么吗 这次的Fed的行动有包括什么 好的话就加几个股票吧 大家印象昨天这个intel暴涨 今天是涨了8% 最近我最近赚了时间做长线最好了 现在就是很多股票加个费炒 我们看到昨天我讲到的intel 在40几块这附近吗 这两年来差不多是最低点吗 超级大反弹 那么今天涨了8% 包括什么像大家知道像quark concast paxi 我也加个paxi 我觉得paxi是一个 哇这些都是个非常好的价格 我现在其实最近这双新 我在打算开个新的证券商 准备借一些钱出来 因为我不能够再等现金等太久了 按照目前的速度 我可能需要借一些钱 去买一些长线 因为现在这种机会真的是很多年很多年才会发生一次这种机会吗 但是呢我老实讲我还是至少此刻吧 我还是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放心 因为其实疫情啊 大家知道实际实际上现在恶化当中 实际上恶化当中吗 也就是我们觉得现在整个趋势都是一种反弹下降 反弹下降 也就是这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我等下跟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观察到了大盘的趋势图吗 就是说每次你涨了4%5% 然后呢 到了那个阻力一共降下来了 因为每次当市场发觉有越来越多的 就是疫情在恶化的时候吗 就是你这个政府包括主要是像联储局怎么做都很难让市场恢复信心吗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并不是呃 我是认同这个观点 就不是说怎么流动性的问题吗 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流动性很好 只是说大家是担心这个疫情啊 是在恶化吗 很多公司没办法上班 整个国家很多东西都停顿了 没法运行吗 这个没办法消费各种各样的东西吗 并不是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 很罕见的 就是这个几十年来 三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吗 这次的问题是 所以说即使是有这么多的杀气 大杀气弄出来 我还是有点犹豫 还有就这段时间我主要还是去做外汇吧 那么这几天 今天的话也大家知道 此时时刻 最近日元又贬值了 我现在看到 可以知道今天还有就是我观察大盘的时候 我现在也注意到一些市场的情况吗 确实 大家看一下这段时间 现在又开始涨了 还有包括今天英半特别门 英半对日元吗 因为日元现在在这样的过程中 对这个股市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吧 因为有时候可以 因为有时候这个外汇市场 跟货币 跟大盘是有一定的连接性的 有一定的correlation 比如说我可以注意到 像我们现在看到在23号这段时间吗 2月3号 大家看一下在这段时间是吧 大盘开始降 那么这个外汇呢 这个英半对日元吗 也就是说日元在 升值很厉害是吧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一直在升嘛 现在一直从20几号 也就大盘 狂见开始一直降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这个日元开始降了 已经基本上不怎么升值的嘛 也就是在这个本身 英半对对这个呃 曾日元啊 也是呃 就是给人给了一种很多想象的空间吧 大家看一下 还有就是呃 澳元对日元呃对美元 可以注意到这这几天也是从23号开始吗 就是疫情严重开始狂见是吧 大盘狂见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都开始都至少从外汇市场来看 我注意到都在都在发生改变 都在发生改变嘛 呃 所以这点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很有可能已经喷底的 非常非常 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喷底的嘛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疫情 现在没有办法控制下来 不然的话我个人认为股市啊会爆炸性增长 会涨了就像09年当时010年那种超级V型反弹嘛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其实现在主要关心 以及与其说去关心呃股市大盘的情况 还不如就我个人看法还不如 不是说还不如就是说我个人关心 现在疫情的发展的局势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这个我就更关心 因为这个疫情一旦稳定下来 整个市场就大家恢复心心 大家都开始工作消费了都开始了 那么现在说到疫情我就简单的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现在美国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利的 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现在今天是ok 从昨天嘛 我们现在是星期四号多少 呃24号是吧 所以你说这里是星期大概是23号的数据是吧 23号现在的人人数美国今天的病例又增加了 一天增加了1万多1万多一点啊 总共死亡人数已经达到目前为止吗 我看yesterday ok 哇大家看一下昨天是已经到昨天的当时那一刻已经是截止是 已经去世的是死者是553个 一天增加140个 那么也就在昨天到现在为止呢 你看大家看一下又增加了29人死亡 呃 又增加29人 然后呢 现在已经又增加了2400多个人 就这个还没结束啊 也就是我们等到我们比如说下一个视频的时候 或者明天的时候 这里又再更新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全世界目前范围 也是对 呃 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呃 境外输出 呃 我们看到那么 基本上是稳定下来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现在呃 很难把关嘛 有很多有些在国外回去的人 或者说外国人嘛 或者怎么样 留学生或者不然怎么样 还还 有些什么很难 我觉得很难做到100%全部叫他们隔离 我觉得难度非常高 很有挑战 你看也是意大利增加4000多 西班牙增加6000多 德国4000多 伊朗 还有这么法国3000多 那我在想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 我觉得要想让 呃 股市完全恢复信心的 不但要美国疫情控制下来 中国控制下来 要其他各国都要控制下 因为如果你一个 如果有几个国家没有控制下来 比如说还在爆炸行政 还在快速上升 但是人 你那么人将会走来走去吗 你除非把这个 某些国家 百分之一百全部分杀 但是这个好像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很难 就是说 要达到 有人说是要等到疫苗出来 不过 大家目前我们知道 疫苗可能要等 等个一年左右 是吧 八年以上或者一年左右 一般来说是说一年左右吧 最快也要在 差不多是一年左右 就是要有个安全的东西 所以说现在我对股市还是不是很放心 老实讲 但是对于 长线投资的人来说 我觉得也是创造一种机会 呃 就是一种 就说 比如像我现在可能 嗯 我觉得可能好几个月 股市都是在这附近震荡 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 争取要我要加快时间 在这段时间吗 去买一些股票 还有就是 在资金周转方面 我要想办法 我可能要借一些钱 啊 借一些钱 找一些呃 这个margin rate比较低的 证券商嘛 借一些钱 然后以后 我准备就像买房子那样子 可能要分几年 慢慢慢慢还 那但是呢 要想做到这一点 我一定要把握好吗 不能够太早买太高买 不然货 或者说杠杆用的太大 因为我可能这次要借的钱比较多 所以说我要一定要在时间点方面要把握好吗 所以说我目前为止 我是跟大家说 我是不敢全部杀进去的 我会逐渐逐渐逐渐开始杀进去 那我 这段时间吗 我觉得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最喜欢看到是L型反弹 如果V型反弹的话 那我觉得下一次再等到这种机会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的 我觉得最佳状态 是 对于我个人来说是L型反弹 L型反弹 就是说可能反弹的时间是一花一年的时间 再回到我们之前的三千点吗 这是我 这对我来说是个人是最有利的 那我现在就快速说下大盘吗 然后再 我这里 OK 等一下我最后再看看这几个是经历有涨的股票吗 OK 现在先看看 大盘快速看一下吧 然后再说 OK 大盘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大盘 总的来说还是在我 在上个视频 我们是在23号的时候 是吧 23号 现在是24号 3点 23号我昨天是在这个时间段做的视频 也就是说 也说基本上跟我昨天的预期是 大概是等于说是现在 也不管说是什么预期 就是纯粹单从技术面来说 呃 这里有个比较大的 比较好的一个 呃 支撑点吗 那么这就这个标准的反弹 反弹之后呢 今天我们看到在 六 尤其是在 OK 我用五分钟图坑更 我看一下 那么看一下在 这是我上个视频在这里讲到吗 这里这里一个支撑点吗 我们现在在 到7点8点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什么时间 也是在 联储局宣布他的这个 非常疯狂的 无限量 无限量的QE的时候呢 市场涨了很多 是吧 涨到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也就是基本上 也就是现在的一个 纯粹的 一个下行渠道的一个主力在这里吗 啊 一模一样 可以到这个是 大概是在 12号开始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当然也可以再追高一点 但是呢 他没有在设上面 反正 基本上也就不感到意外 在这个第一道主力 第一道主力就下来 这里是第二道主力在上面吗 第一道主力 那么此时此刻 我讲话此刻 现在是大盘涨了4点 4点几 我们可以注意到 现在有点 我感觉大盘有点点吃力 现在 有点吃力 很有可能在明天早上到达顶端 又降下来了 有种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至少从 全粹的这种短线的这种 做反弹的来说 渠道反弹来说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最佳买点 已经结束了 最佳买点是在 是在22号 23号 大概是 凌晨 22点 但是话说回来 这是星期二 22号 22是星期日 23号是开盘 OK 也就这个地方 除非你有做期货 你可以在这里买 但是如果没有做期货的话 这里也买不了 只能在开盘的9点这个地方 也就在这个地方买 但是这个地方也不是好点 也只能够到建起来 架下这里有点点 有点点小小的一个support 这个是很短的support 今天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就反弹了 好我们先看这吧 明天会不会降下来 至于能不能百分百降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是 嗯 反正我看着吧 但目前看来这低到 我看在比较大的阻力是在这里 大的阻力在这里 我们马上就要 马上就要到了 马上就要到了 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已经碰到了 现在 我们看一下 现在市场已经有反应了 已经有 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现在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 已经有反应了 看看能不能突破 或者说可能突破再高一点 再下降 好 现在再看看石油 OK 我看下 有一个 我觉得第二道阻力是在 2400这附近 我说2400 这个2390几到2400 这附近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 这是两个点 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突破 呃 但是如果说 这一两天 明天 呃 那个一年万亿的那个 经济刺激 就是现在还在讨论嘛 民主党两党之间还在讨论 那个如果通过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打到那个 可能会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涨到 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很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就马上突破了 呃 但是 我觉得 这段时间还是不好说吧 因为现在纽约 呃 整个美国疫情现在是非常的不妙 非常不妙 所以说我觉得 要想 微型反弹 我觉得有难度 很很难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会在这 我可能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 可能会在这附近 但是要想再降下来 我觉得有点难度 呃 我们看着办吧 呃 现在反正就整个下整个方向是这样 目前是这个渠道线下 现在看看石油 石油 没什么可说了 所以就之前在这里最佳点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最佳点了 现在看看黄金 黄金的话是昨天的话 上个视频在这里吗 这里有个 Symmetric Triangle Pattern Symmetric Triangle 这里 打上去吗 突破这里冲上去了 冲到这里 现在 现在等于说有点像 现在 这个在莫名悬在半空中 这种地方 没什么可说了 之前的话还好 这里有个 这种 呃 这里是突破吧 这里突破 那现在没什么可说了 现在 黄金 但是我觉得整体趋势应该还是向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点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操作 我觉得 但是这里有个可能是 9的平均性 我估计 我 大家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猜估计是9平均性 哦 没错 差不多是 这里是night moving average吗 我这个是好像是simple还是 这个我是 他这里我忘记 他这里没有写什么东西 我 呃 我这里是那个 high low close吧 high low除以2 就可以了 ma 呃 这里没有写什么 我之前我也 他这里没有写什么 exponential 还是simple ok 现在等于说也是 49 9平均性的一个support level 在这里先开始反弹了 ok 呃 我觉得整体趋势还是向上吧 不过 对基本上这样子 哇 之前这个地方很好 在这个地方1400多这个地方的support level非常好 好 现在看看 都讲完了 现在就讲什么了 我看一下 现在市场啊隔一大反弹 ok 说完了 石油环境 然后现在看一下这个联储局开启无限QE模式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呃我先看看这人的文章吗 我是在google里面按按进去吗 我就按那个联储局后来就出现一些新闻 我看了几个文章 我觉得这个人讲的还不错 我觉得他目的啊 主要是为了稳定人心 我我认同吗 那么这次最大有提到的是最大的亮点啊 最大最大亮点是在于 呃我都这样 购买不在 ok之前我们也知道之前都是买那个treasury 币有跟爸嘛 以前都是买债权 现在就是直接买公司债 呃公司债 但其实还不止公司债呢 呃 我这两次主要是为了稳定人心呃 当然呃 这个我认同这个观点 其实这个这里这文章没有想怎么 没有讲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到英文找AP associatepress吗 这个是美联社 对中文叫美联社的报导吗 ok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 他这里有讲到 呃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哪里有看到 ok在这里 呃 by corporate debt 我们现在很多公司 这个 在有点问题吗 以前的 现在可能是说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非常的支持 因为比如像波音 比如说像delta 还有很多公司现在在吗 可能都是有点问题吗 因为很多公司 你看出现这种疫情之后 整个运营公司运营完全停止了 停板了 没法做生意吗 那么这种 然后他们很多公司都有欠很多钱吗 我们都知道 甚至 借钱去 去回购股票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吗 那么现在联储局直接帮他们 这个 这个 蓝莓之急啊 直接买公司债 哇这个真的是无敌 这个是非常的 这个之前从来没做过 直接买以前 我觉得以前很久以前 08年09年金融危机 当时是政府政府政府的billout 借钱给这些公司 那么现在这次是联储局直接动手 买你们的债 那么这个 ok the second will buy corporate debt 然后呢 这里还讲到还有汽车的债 汽车auto loan 还有credit card credit card loan 还有small business loan 你看各种债全部全部接管了 哇这个真的是无敌 现在只差 直接买大盘了 买股市买etf 就差这个了 这个真的是 哇不得了啊 现在只差疫情了 一旦疫情恢复的话 我觉得可能市场会暴涨 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其实大家看文文章就好了 我也不想讲太多 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 小小的担心 我希望不要发生 也就是说在疫情结束之后 或者说过段时间 会不会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看一些新闻 有些美国有些人吗 开始要中国赔偿 就是这次疫情的这个东西吗 我不知道 其实现在已经有些参议员 国会的议员吗 已经开始说这种东西了吗 所以要中国赔偿 美国的这次 这次因为疫情的损失吗 那我个人希望 不要做的太夸张 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像 因为如果你 我相信 我想中国也不可能 会把 那么容易就 呃就是减债吗 就是美国的国债就是减掉吗 就是删掉一些吗 我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接下来美国会这边 会怎么 会怎么找中国算账 但是我我是说 有一些议员 不是所有的 只是有一些议员 已经开始有这种声音的 把口径对准中国 我觉得这次美国 你中国要要负责吗 要负一定的责任 相当大责任吗 所以说我希望 不要放这 我们看着办嘛 就这是我 我觉得唯一的一个 一个顾虑吧 唯一的顾虑 还有我这里再做个补充啊 就是有上一个视频的 呃有观众留言吗 说这个defense啊 production啊嘛 政府已经是签了 是写三十二十一 其实我后来有稍微再细的看一下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 可能我上个视频没有讲清楚吗 就总统啊 我这件事情 我今天去呃 去顾我们再按一下嘛 那么出现这个文章 我就非常好 其实在上一个星期三啊 呃是18号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 其实我当时已经有听到 我我看了总统的演讲讲话 已经有讲到invote defense啊 ok大家看一下 这是总统的的原稿吗 这个这个executive order的原稿 是在这里吗 这Donald Trump他的签名吗 这是他的原稿吗 所以他确实已经 确实已经启动了这个这个defense啊 但是问题是在于他没有 他是只是说只是口口头表达 但是他没有命令 没有强制命令 美国的企业 近年的企业去做呃 比如说像口罩了或者防护服这些东西嘛 而这些东西是目前为止 包括很多州的州长和很多的医院护士 呃 美国的医院的联合就是association嘛 一直在写信 不断的敦促总统 你赶紧马上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总统呢 他只是呢 说什么呢 他并没有 他其实已经启动了这个法案 但是他并没有去 这个order的东西嘛 大家看一下 呃 其实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这里有讲到 他有 等一下 开始哪里 这样才找到哪里 忘记了 ok在这里 对大家看一下 这里后来查一下 这是呃 FEMA嘛 呃 美国灾难救济反灾难中心的一个chief 他就讲到 总统目前还没有order东西嘛 他并没有order company去 to make the critical medical supplies 他没有去 去去这个呃 叫公司去 虽然说他用了这个法律 但是并没有把这个法律啊 去去逼强行公司去做东西嘛 就是没有真正用出来嘛 呃 呃 原因的话是有两点 他有讲到是他不想成为像 像委内瑞拉 他不想那 就是变成种国有化嘛 有文章有有提到 就是说感觉好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点他不希望 呃 呃 这对就这里嘛 不希望turn America into Venezuela 嘛 他有讲到 呃是这原因吧 呃他是说 要公司自觉点去去做 ok好 我就不讲了 就是我稍微做一下纠正一下 好不好 稍微 稍微 呃 纠正一下我 可能昨天我没有讲没有讲清楚 其实他18号就已经 签了这个法案 只是说他没有去叫公司去做东西 啊真的是 我我觉得 我希望我个人是希望总统赶紧动手 但是呢 话说回来今天啊真的是很离谱 总统说要 希望早点结束疫情 这个是太可怕了 我觉得 他说business could be open soon 不需要等几个月啊 不需要等几个月啊 但是呢 呃 因为他觉得对于经济的损失太大了 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继续下去了 有他有个15天的计划 有现在我们还在等7天 因为现在15天嘛 当时有讲到就是说 说说 呃 就是就到这 social distancing 好像也没错 叫social distancing 15天的时间啊 然后到时候他会决定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 现在他是说有可能啊就直接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 就是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的不需要餐馆 不需要关门或者正常工作上班 但是我当时我看了一些文章和一些其他的媒体的报导 是说总统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要各个州恢复正常 我的什么意思是说 比如说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加州现在都是stay 呃 是吧都是sheltered in place stay at home 这些order嘛 有州长签字的这种order嘛 要你每个人在家里待着不要出去嘛 这个法案各个州州长已经签了嘛是吧 那么总统他没有资格 sorry 就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啊 要停止 因为现在所有州在家里待着 这些所有叫餐馆服务业什么 什么什么酒店什么酒吧关门啊 不是由川普本能实施的 是由各个州的州长他们的 他们实施的 所以说总统即使他想要让大家回去上班 他也 就算我目前看来他也做不到 他总统没有这个权利 呃 我不知道可能我错了 我们看着办 因为我刚才看了好几个 美国新闻主播的采访有说到 他是说这他不能够决定 谁可以要不要去上班不上班 呃 因为这些都是目前都是州长各地方的 各地方州长的 呃 决定 决定吗 还有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死亡人数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当总统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我很难想象 他会遭到很多人的抨击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Doctor Felci啊 已经不在他的 已经不在 在 已经没有在他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呃 这个 briefing 已经看不到他了 因为我们医生啊 Felci啊 跟他有很大的一个意见 就是有冲突 今天根本就不让Felci出来讲话了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其实在他们身边的人都叫他 不要这么快就结束 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跟一些 这种 这种防控的措施吗 不要停止吗 但是他自己是等不了了 像我个人认为是他是不 他是 我我个人认为 到时候我们还会继续防控的 他是阻止 他是没有办法让 没有办法改变的 所以说我这里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我觉得他是不可能 做得到 不然的话我们会有很多人会死亡 很多很多人会死去 啊 真的是 好现在最后再说几个东西 看看3月23号就涨了股票吧 我今天特别加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engine 一个是pep 这几个都是股息这个p 我记得 Pesci这个股价现在是非常好的股价 他股息已经涨了60年好像 大家可以查一下好像涨了 叫dividend king 什么叫dividend king 就是说股息这个king一定要达到你股息至少要涨多少年了 要涨50年 才可以称为dividend king 才可以称为dividend king 那么Pesci是其中一个 Pesci一个 其实我现在还想买一点Pesci 我以前100块左右买一次 现在降到105 大家看一下 Pesci 最高分140几 现在整整降了40%左右 太离谱了 今天的话 它也是今天股票有涨了里面 有涨了股票里面的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是Pesci Mgine 我有看到Mgine的价格也是 今天波音涨了10几% 我想说什么 Mgine的价格也很不错 对它是Biotech生物科生物科技吗 这个是月线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月线图 看台价格还是很高是吧 180多 但是呢 它目前是在一个三年的一个support level 三年的时间吗 嗯对这样子吧 我们再看看今天有哪些涨了股票吧 波音我就不错 波音的话 现在有公司就只能等美国政府就了 Netflix 呃 没兴趣价格太那个了 哦 Intel已经最好的价格已经过了 昨天价格前两天价格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好 HD 还不错 还行 这个HD是Home Depot吗 Home Depot 股息也是涨了很多年 也涨了非常快 我有印象 SPG 哇 这个公司 我觉得还等一等 哇 这个 他所有美国的shopping mall全部关门了 现在 几乎全部关门了 我印象 ABI 哦 这个 Adobe的话 这个公司其实对疫情根本是几乎是完全免疫的 他做的东西产品 Adobe Flush Adobe Premium 我觉得这个公司确实挺不错的 不过他最近价格几乎没降 大家看一下只降了10几盘好像最低的时候在这里 呃 因为他基本上对疫情没有什么生意影响不大 NVIDIA NVIDIA 哇 这个价格好 这个价格好 好那个 亚马逊已经是之前说过了 亚马逊在这个地方一个支撑点很好 Charter Communication 对他不是很了解 好像 哇这个价格是非常漂亮的成长速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 哇这个 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一个趋势啊 夸卡 不说了夸卡没用提 很好 呃 Concast 哇 Concast价格 哇 无敌 Lose 哇 Lose也是非常好 Pexy Pexy Pexy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10年来的10年来的最好价格 Pexy Pexy其实 Pexy竟然降了这么多 有点离谱 Pexy对这个疫情几乎是免疫的 可能对他的收入还 可能对他的 可能他的业绩更好吧 因为很多人现在在家里天天吃 其实跟没没什么影响 影响我 有有有有 对对不好意思 有很多餐馆都关门了嘛 所以说 酒吧关门 那么自然他的一些销量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 呃 这个是West Western Union 哇 我看到这种旁边就 不太喜欢 但是可以感觉可以做一些中场性的 Texas Texas Instruments Felix不说了AIG 沃尔马 沃尔马最近表现很好 沃尔马生意非常好 现在我嘛 包括Costco 好 就讲到这里吧 下面哦 MG 对 MG的价格 我刚才说过了 Google的话 哇 1054 这个Google的话 也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爆炸 Oh my God 大家看一下 这里如果涨到这里啊 50%的反弹 50% gain 如果能找到原来的高点 Google 哎好 对我Google也起在这里了 MG Blocklock So Cisco 江森江森 江森江森前段时间效果很好 TF Blockcon 呃 就这样子吧 呃 最后看一下 现在的话 日元继续下降 呃 日元不错 日元我现在都是主要 最近都是做空日元 现在 呃 英镑今天表现挺好的 呃 我就最后看一下大盘什么情况啊 大盘的话 现在还是在这个位置挣扎 我看一下 AS 期货 大家看一下 现在 呃 你看 所以说其实我这个 我就平均线我几乎没有用 其实酒呃呃 酒平均线这个这个其实有一种操作方法 专门用来酒平均线 但是我现在 现在我这我现在的方法已经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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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酒平均线了 呃 对基本上这样子看明天能不能够到2010这附近啊 还有接下来就是2500了 好就讲到这里吧 呃 希望大家 注意健康 注意健康啊 现在特别是我们 我不我不当美国吧 可能在 中国国外的地方吧 呃 国外地方我们现在疫情都非常的不妙 现在大家注意身体吧 呃 还有就是尽量清洗手 呃 戴口罩 如果可以的话 还有就是 戴手套 等等之类东西吧 啊 大家 保重啊 保重身体 好喂 好下次再聊 呃 呃 拜拜 啊 我 你